大家好,我现在在广东佛山,佛山有个危机景点啊,叫做西桥山,这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啊,今天就爬一下这个山,而且呢,往这边看,它是黄飞鸿的故里,走,进去看一看 到前面去坐车上山啊,这边坐车票来回三十块钱,门票五十五,再加上一个停车十五,正好一百块钱啊 这里有一个地图啊,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景点,我们是从南门进来的,直接坐上车啊,先坐到山的最高处 去看这个南海观音,在宝芬寺里面呢,看完观音,我们再去天湖转一下 呃,天湖完了,我们坐车呢,可以去桃花园啊,碧云村,还有石燕岩,然后去这些四方茶园 转一转,这个山里面特别大啊,坐车的话,一天就可以转完,走路的话,那走到腿要断了 这边是东门,北门,西门 坐车第一站,先到达山顶,宝芬寺,呃,后面有一个巨大的观音雕像 六十一点九米,呃,呃,象征着观音的生日啊,六六月十九号 但是现在这个,进不去,宝芬寺关闭了 只能远远的看一下这个观音,是全世界最大的坐着的观音雕像 哇,到这边先看风景吧,这里风景很棒 这边是一个观景平台啊,哇,看得好远啊,这个视线太好了 这是佛山南海区的西桥镇啊 有山有水,那边是西江,是西江是珠江的上游 正好在这边碰到一个网友啊,哈喽,大家好 太巧了,太巧了 你在这边干嘛 我在这边也是来旅游的 玩一下啊 今天星期天嘛,啊,就来,呃,玩一下来这里啊 风景真不错啊 是啊,这里的风景还真不错 找他一起转一下吧 啊,可以,可以,走吧 现在到了天湖景区了 这个山上有一大片的湖 这个湖据说是那个火山爆发以后留下的这个坑 里头现在蓄满了水 这个湖里面有一种叫雀扇的鱼 据说会伤人啊,那个鱼长了好多的牙齿 天湖水怪,快来 这里有雀扇这个鱼的照片 你看他这牙齿这么锋利呢 有人在这里面钓到这个鱼了 这里景色不错啊,湖光山色的 远处本来是有那个舞狮子的表演的 现在估计也没有了 这个湖最深的地方20多米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树啊,都长在水里面去了 这羹子不会烂掉吗,长在水里头 今天佛山的朋友跟我一起出来玩啊 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 欢迎大海哥来佛山玩的啊 你在这干嘛,今天不上班吗 今天休息啊,今天星期天 这是大老板啊 没有没有 佛山这边好多有钱人都很低调的 这个湖边好多的树呢,绿花非常棒 看这棵树,哇,它要从这里走过去 小心别吊下去啊 这个树长得很奇特呀 它是这样横着长的,都长到水面上去了 现在走到碧云谷了 哇,这个峡谷里面还有点看头啊 两侧都是大山 中间还有瀑布 这峡谷里面这么高的植物呢 这里有天然山泉水啊 直接接了就可以喝 然后这边的小瀑布还挺好玩的感觉 下面是一个小水潭 从这边走上去 这里是磨牙石刻 这个树根很奇特啊 你看这个树 完全暴露出来了,它这个树根 哇,错综复杂 都盘在一起 夏天来这里避暑不错的啊 这里也真凉快 要从这个大石头的后面穿过去 哇,这地板好湿啊 哇,如果是没有人从这里走 我真想象不到这后面居然有一条路呢 还要抓铁链子上去 这里面还有蚊子呢 我说洞里面穿出来了 路过了一个叫无叶泉的地方 这个泉水据说是桥山第一名泉啊 这种形状的 水凉不凉 凉 这个水是泡茶非常好的 为什么叫无叶泉 因为这个泉啊 它经常往外涌 即使落上叶子去啊 这个外涌的水就把叶子飘走了 所以叫做无叶景 这山上好几个村子呢 可以看看这个古村座 哇,这里有一个木瓜树 来,北方人没有见过木瓜的 快来看一下 看那个木瓜结了多少啊 好大的木瓜呀 木瓜树 但是这边是吃甜的豆花呢 它这个里面是加的糖 然后我这个里面是加的酱油 我特意要的酱油啊 吃不惯那个甜的 来,你尝一下甜的吧 还可以 还可以吗 你本身就是南方人吃的惯甜的 对 我可吃不惯甜的 我这个是辣椒啊 大不了要不给我再加点糖吧 什么,你还要加糖 不够甜的 趁热吃啊 反正北方人来的是多 我们那里是吃那个韭菜花呢 把韭菜花弄上来 今天最后一站 我们到了石燕岩了 就是后面这个大坑 这是明代时候在这里踩石头啊 踩石场留下来的遗址 我翻过这个到跟前看一看 小心一点啊 大一个 来 嗯 哇,这个坑好深啊 手机给我 我拍一下那个里面 这是踩石头的遗址啊 看这下面好高啊 好深的峡谷 哇,为什么古代人要在这里面踩石头呢 然后这个角度 就是看风景的啊 下面是顺德的 不是顺德 是西桥镇 哇,下面好多鱼塘啊 那个一块一块的啊 都是养鱼的 拉近一点 看清楚了吧 全是鱼塘 在这个位置啊 还有一个采矿留下来的天窗井啊 就是透光井 我看一下这个井口 特别的深啊 哇,里头以前的是有水的 你扔一块石头啊 七秒钟才能到的那个最底下呢 现在我扔一块石头下去啊 听一下响声 哇,好深好高啊 把你丢下去吧 恨谁就把谁丢下去 看来看 在这个好大的一个洞啊 这里也是那个采矿留下的那个洞口 哇,好深的洞口 这里面都落满了这个落叶啊 这些树根啊 藤条啊 感觉像探险的那个现场啊 哇,太剩人了 赶紧走吧 走吧 现在我们两个走到采石场的底部了 哇,这里有一个洞 叫做石瓷塘 这个洞好深啊 探险一下 你敢进吗 哇,没感觉到有阴风从里面吹出来吗 这洞口的风好大呀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好黑啊 哇,我不敢进去啊 稍微不过去了 哎,出来吧 出来吧 真的,这个地方啊 好恐怖啊 哇,我一个人都不敢来这里 幸好今天是两个人 这下面那边都是那些大壳 我也不敢到跟前去 看看它这个四周围的环境 哇,明代的时候在这里踩石头 吓死了 我们在路上啊 又发现一个这个峡谷 哇,这个也很吓人啊 看那上面有个洞 这里有洞 感觉这些洞张开嘴 要把人吞进去一样 这小伙子真的好胆大呀 你下去看吧 我就不进去了 太吓人了 我不敢过去 你看这个人走进去多渺小啊 还有水呢 那里面 你看这两边的石头 上面都长满了苔藓 而且非常潮湿这个地方 我好怕那个洞里面飞出什么蝙蝠啊 拜拜 拜拜